开始 前面呢 我们在HTPS内容里面呢 我们讲了这样一个 浏览器发送HTPS的请的过程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我们还有就是URL的形式 URL的形式呢 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就不再细讲了 我们平时网上冲浪的时候呢 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URL贴旨 比如说下面这个样子的 对吧 或者下面这个样子的 那么首先大家在这里面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协议呢 是一个URL贴旨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千万不要把它给搞忘了 那么在协议之后呢 我们用冒号两个斜抗隔开 后面就是host的 表示服务器的IP地址 或者说服务器的域名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加上通口号 那么通口号不加 默认情况下 它就使用了默认的域名 对不对 80或者443 那么在这个域名后面呢 后面就是这个路径 就表示资源的这样一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还有这个请的参数 比如刚刚我们在看 这样一个百度里面 搜到东西的时候呢 它的参数就是这个参数 看一下 这种IE等于YouTube干8 F等于8 RSV等于0 RSV等于1 这种都是它的参数 像这种用问号 开头 A等于B C等于D 用暗的符号隔开的 就是它的参数 能看出来吧 对不对 那么很多时候呢 这些参数它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刚刚也看见了 对于这种没有用的参数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可以请求成功 对不对 所以不要看着这些参数 很长很吓人 我们直接尝试 把它删一删 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长 对吧 就这个样子 还有后面一个叫做Anchor Anchor是锚点的意思 锚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前面前端里面 是不是也讲过呀 通过对那锚点 我们能调整到当前这个页面上的指定位置 是不是 Anchor这个单词 大家注意一下 它表示是锚点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主播的意思 那么后续呢 我们会去爬一些直播网站 在直播网站上呢 也数据呢 比如说主播名字呀 我们都可以使用Anchor这个名字来命名 那么在下面呢 这个地方给大家放了两个URG地址 第一个URG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APP地址 就是我们域名下当口号这种形式 那么后面呢 是它所在的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根目录下的 File下面的 PART01下面的1.2.tml 对不对 那么这里这个根目录 指的是 并不是我们Ninux下面的根目录 而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指的是我们当前这个资源所存放的位置 这个根目录 可以理解吗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ITMR一面 放到一个3W下面 这个文件夹下面 那我们的根目录呢 就是3W对不对 可以理解吗 所以它是相对的 并不是指的我们Ninux下面的根目录 那么下面呢 还有这个地方 也有另外一个URG地址 这个URG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带锚点的URG地址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请求一下 这个URG地址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个URG地址 锚点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到 它是不是直接就跳转了呀 跳转了哪个地方呢 跳转到了商品介绍这个位置 关于锚点这个内容 大家之前应该讲过 对不对 讲过大家应该也忘了 对吧 但是没有关系 这就是锚点的效果 那么我要给大家讲的 并不是这个锚点 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页面跳转 跳转到对应的位置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带锚点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请到页面呢 是在最开始这个位置 对不对 我们加上锚点之后呢 它就能够自动的定位到 这个地方 这个锚点这个位置了 对吧 那么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我请求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这样子的 是不带锚点的那个网址 我们刚刚那个带锚点的那个锚指呢 它们响应是一样的吗 这个不带锚点的这个U2G对它响应 我刚刚带上锚点的那个U2G对它响应 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不一样呢 对吧 我们要碰到它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 直接把这个锚点加上去 我们看一下 它是否有重新发送 关于这个整个U2G的请求 是不是就完事了呀 如果它重新的发送这个请求 说明它是不一样的 是吧 如果它没有发送 说明它就是一样的 对不对 点错了 我们把它关了 再来一遍 我们先请一下这个地址 然后请完完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刚刚不是请的这个地址是吧 把地址请求一下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锚点加上去 来看一下 有重新的发送请求吗 没有对不对 这个页面我们看一下 它U2G并不是这个U2G对不对 这个也不是 这个GS这个图片 对吧 说明它是否 它说明它真的是没有重新发送请求 对吧 说明什么呢 一个U2G它带上锚点 或者不带锚点 它的响应是一样的 所以后续的在跑路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些U2G 如果说我们发现里面 带着有锚点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用管它直接把它删上就可以了 因为它并不会影响 我们当前这个数据 当前这个U2G对它响应 能理解 对吧 这是关于U2G这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里面呢 重要的是这个协议这一块 千万不要把它给搞忘了 对吧 我们前面也说了 对于一些HTTP的 这种U2G呢 我们看着它没有协议 它其实是有的 只不过它藏起来了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把它复制一遍 找个位置粘贴一下 粘贴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前面是有HTTP这些内容在里面的 对不对 这是关于U2地址 那么说完U2地址这个简单内容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HTTP的请求形式 就是一个HTTP请求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图 大家应该之前经过很多次 对不对 首先第一行请求行 第二行 中间这一部分呢 请求头部 后面这一部分呢 请求数据 那么我们在看这幅图 看了很多遍之后呢 可能大家仍然不是特别清楚 到底一个HTTP请求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所以我们找个位置 让大家看一看 一个HTTP请求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直接看一下百度 请一下百度 我们也是一样 在这抓下包 抓了包之后呢 我们点一下百度.com这个按钮 然后点到header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 这里呢它一共有三个内容 一个叫general 一个叫response header 一个叫request header 对不对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请求头 就是request header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 request header这个按钮 这一块内容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图片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第一行 get 一个斜杠 HTTP1.1 这是什么呢 请求方法 空格 UR地址 空格 协议版本 回车幅 换航幅 get请求方法 这表示请求资源的位置 这表示是 版本 协议和版本 对不对 然后换航了 到下一行了 对不对 这一行就是请求行 对不对 然后下面这些内容呢 就是请求头部 请求头部 我们看一下 它好像是 冒号隔开的 这段内容 它一个次段名 还有次段名 最段池 对不对 都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 它的请求头部呢 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头部的次段名 加上冒号 加上池 回车幅航幅 相当于幻航了 对不对 然后一直到最后 然后最后 还一个回车幅航幅 一直到 最后呢 还有一个请求数据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请求体 对不对 但是刚刚这个请求呢 它是get的请求 它肯定是没有请求体的 对不对 因为只有post的请求 它才会有请求体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所看到的 这些请求头部的 这些字段 首先host host这个字段 是什么意思呢 host的 我们在前面 URG里面 是不是也给大家讲过呀 它表示就是 主的域名 或者IP地址 对不对 collection keep line 链接 保持链接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我们的浏览器 告诉对方的服务器 它支持 复用上次的链接 支持使用长链接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一个HG品求 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然后它报约内容 就是这些内容 对吧 那这些内容 它最终都是要 交到对方 这个服务器内里的 对方服务器 拿到这块内容之后呢 它能够知道 它拿到第一行的时候呢 能够知道 我们请的是Git的请求 然后呢 是要请求这个目录下的内容 然后呢 学习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再去 这个对方服务器呢 再去获取 请求头部的那些字段 再获取到host的 知道我们是 要请求百度的 这个host的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collection 发现的是 keep onLime 它要知道 我们的客户端 想要告诉 对方这个服务端 它是想要 去做 这个 长链接 或者想要 保持链接 或者说叫 想要复用上次的链接 对不对 这些内容 都是我们的客户端 告诉对方服务端的 这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那包括后面 其他字段 都是也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 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 保持链接呢 为什么我们要 用长链接呢 为什么我们要 复用上次的链接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 保持链接 是不是就不用 平盘的和对方服务器 接着链接和动靠链接呀 那不用接着链接 动靠链接 是不是就不用平盘的 三次握手 四次挥手呀 是不是耗时就更短了呀 我们在请求 对方一个网站的时候 是不是速度就更快了呀 也是为了加快我们的 获取到响应的速度 对不对 提高我们请求的一个效率 肯定解吗 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用 collection keeper live 为什么要用长链接 对吧 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字段 叫做user agent 这个字段呢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前面在讲 robot鞋的时候 也提到过它 它是用户代理 或者叫流量器 称赞标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这个字段 表示是 我们这个流量器的 内核版本 然后后面的括弱里面呢 表示是这样一个 电脑的信息 那么当然呢 我们每个电脑都不一样 对不对 包括inibus mac或者windows下面都不一样 所以这里内容都不一样 或者说 其实我们是windows 我们windows7 windows10 windowsXP 但里面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这后面呢 是苹果流量器的 一个内核版本 然后呢 这是名字 这是版本号 然后呢 后面这是Chrome的 当前这个本身 Chrome的乱器 它自己的版本 对不对 这是流量器的名字 这是版本号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 它有很多这种 版本号的信息在里面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不同的乱器 它的游戒agent是不一样的 肯定解吗 不同的乱器 只要它的版本号是不一样 它在的平台不一样 它在的 它用的这个内核不一样 它的整个 游戒agent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 游戒agent的 我们能够从网上 找到很多很多useragent 那么useragent有什么用呢 我们前面也说了 通过它 我们的一个 服务端能够知道 当前在请求它 资源的那个程序呢 到底是来自 哪个服务器的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程序 对不对 如果说它发现 请求它资源这样一个 程序的 它的useragent是这个样子的 它就可以知道 它是Mark下面的 一个Chrome软件 在请求 如果这个地方是IE的话呢 它肯定就知道 它是个IE软件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想象一下 这样的问题 大家之前呢 有在Chrome里面 访问过手机版的摆布吗 我们点一下这里 是不是就切换到手机版了呀 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样子和之前的样子 好像不一样了 对不对 最起码下面多了新闻 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安卓版的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模拟一下 这种iPhone版的 也是可以的 重新再刷新一下 它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 和之前安卓版还很像 当然它还可以模仿什么 iPad也是可以的 右边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如果觉得太小的话 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 iPad和刚刚的这样一个 手机版的也不一样 对不对 那这里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请的URL地址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URL地址 但是访问内容又不一样了 对吧 对方的服务器通过什么位置 能够判断出来 我当前是一个手机版的浏览器 还是电脑版的浏览器呢 所以说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请的手机版 这个浏览器的时候呢 它发送了这个请求 它的header 请求的请求头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内容 和刚刚 电脑版的浏览器 这个块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不一样呀 看到这里没 这个位置 和当前这个地方位置 是不是不一样呀 所以对方的服务器 通过这个地方的位置 也就是说 它所在的平台的这些信息呢 就能够非常容易的测到 当前在访问它浏览器的 到底是一个手机版 还有电脑版 对不对 我们前面也讲了 我们的程序呢 就是那模拟暖器 发送请求的 对不对 所以在很多时候呢 它都是通过修改user agent 来达到一个模仿 手机版的浏览器 这样的浏览器 这样一个效果 对应的就能够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浏览器 伪装成了之后呢 对应的就能获得到 和浏览器 获得到的一模一样的数据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位置 我们能回到手机版的这种数据 对不对 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希望在代码里面 能够模仿一个手机版的浏览器 去发送一个手机版的请求 得到一个手机版的响应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user agent 改成手机版的user agent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问题又来了 我们这个user agent 从哪个地方来呀 怎么改呀 从哪里找一个手机版的user agent呀 是不是把这个复制过去就好了呀 可以理解吗 当然了我们除了写安空插之外 我们可以写其他内容 这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都是不一样的 但得到内容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个安卓的 它这个地方user agent 是这个样子的 看见了吧 inux安卓5.11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在乱七里面 在chrome里面去模仿 不同的 类型的这种客户端发送的请求 浏览器的发送的请求 那么自然而然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 到时候在 代码里面也是可以通过 修改user agent来达到 模仿浏览器的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通过user agent这个字段 来达到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在说 我们非常关注user agent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字段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 首先关于这个 accept这个字段 这里还有一个upgrade insecure request upgrade升级 对不对 insecure 不安全的 request的请求 升级不安全的请求 这是干什么呀 哪些请求是不安全的请求呀 哪些请求是不安全的请求 我们刚刚讲的 是不是http请求 就是不安全的请求呀 那么对呢 https呢 就是安全的请求 这个可以理解吗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升级不安全的请求 做的事情就是干什么呢 就是把这种http的请求呢 全部转化成https的请求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刚刚呢我在这里 请求的是百度 比如说我写上http 我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变成https了呀 发现了吗 这相当于就是我们浏览器 通过这个字段 达到这样的效果 它通过upgrade insecure request 就是告诉对方的服务器 我支持把你所有不安全的请求 全部通通转化成安全的请求 我支持把你所有的http请求呢 转化成https的请求 如果你也能够这样做的话呢 那我们在后续的时候呢 它在请求某些优势器的时候呢 就会把它实现这样一个转换 其实我们输入是http 它都会通通把它转化成https upgrade insecure request的效果 那么后面还有一堆accept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accept表示 我们浏览器告诉对方服务端 我们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数据 我们可以接受文本html 或者说这种xml 或者这种xml 或者这种图片 都是可以的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一个osupply encoding 表示什么呢 表示浏览器告诉服务端 我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数据压缩方式 那比如说大家可能对Dflat 我BR不清楚也没有关系 但看到这里有个gzip 对不对 看到这个zip 大家也可以猜到 这应该就是数据的页面的压缩 对不对 那为什么页面是要压缩呢 也是一样的 为了减少它的体积 让它成为更快一些 为了提高效率 对不对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accept language 表示浏览器告诉服务端 我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数据 可以接受中文 英文 俄语 还有繁体中文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这些英语字母呢 非常好理解 但是后面呢 还有一个cur 对不对 cur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个cur 对不对 这里有个cur 对不对 这个cur 这个cur 这个也有cur 表示什么意思呀 表示的就是权重的意思 权重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它更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数据 比如它更愿意接受中文 其次是英文 其次是俄语 其次是反语 反语中文 你解吗 更愿意接受这种 类型的数据 其次是这种类型的数据 你解吗 这是code的意思 比方是权重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还有cookie这个参数 那cookie这个参数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 cookie是干什么的呀 cookie是干什么的呢 是不是用来保存 用户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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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息啊 这用户的信息 个人信息呢 包括比如用户的一些状态信息 或者说任何其他的 对方服务器 希望保存在 本地的一些个人信息 都可以在cookie里面保存起来 那么说到cookie呢 毫不疑问 就要说session 对不对 那么cookie和session 有什么区别呢 和session有什么区别啊 cookie 之前没有讲过吗 面试官问大家 cookie和session有什么区别 大家就不说话 对吧 这个样子也是挺好的 之后讲232122期 大家可以接着再听一下 对不对 那么cookie毫不疑问 它肯定是保存在 流量器本地的 对不对 那么session呢 也是保存在 对方服务器上面的 对吧 那么cookie 它由于保存在 流量器本地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能够直接看出来 这上面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cookie呢 往往来说是不安全的 那么由于session呢 保存在对方服务器上面 我们没有办法会到 所以它往往来说 是更安全一些的 可以理解吗 那么由于cookie是保存在 流量器本地的 所以说呢 它这个上限呢 是有上限 就是说不能一直 不停的去穿cookie 一个站点 这种cookie是有上限的 比如说 可能由于某些情况 某个同学的 它这个前段技术呢 比较糟糕 导致呢 它通过GS在本地 设计了一个G的cookie 对吧 或者十个G的cookie 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会出现吗 肯定不会有 对不对 这种简单的DG的bug 肯定是可以被避免掉的 我就直接设计一个上限 对不对 就压根设计不了那么多 对吧 所以说cookie肯定是有上限的 但是session来说的话呢 由于它是存在 对方服务器上面的 所以说呢 它往往是没有上限的 只要对方服务器 硬盘空间足够大 想存多少就存多少 可以理解吧 这是cookie和session的区别 那么在后面 我们真正讲cookie和session的时候 我们也会再去提 那么大家现在呢 只要有些印象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还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点一下cookie这个按钮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这些cookie的信息的 上面request的cookie 是我们请求的cookie 那么responsecookie呢 就是我们响应的cookie的信息 那么在request的cookie的信息里面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选择的cookie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这横着一条呢 是表示一个cookie 一个cookie有这些字段 有name value 还有这些 比如说domain 或者域名 pass 这是一条 这是一条 这也是一条 能看出来对不对 但是这些 比如说这是一条cookie 这些cookie好像并没有 包含比如说domain pass 过去时间 大小这些信息 对不对 就单纯的包含了一个 等号前面 等号后面 这两个字段 那等号前面 等号后面是什么呢 就是name对应的值 以及value对应的值 可以解吗 所以说后续呢 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去用cookie的时候呢 也会只用到这两个值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更关注 这个cookie的name和value对应的值 其他内容呢 我们都不用关注 因为在我们去 发动器械的时候 我们带着cookie 就刚好只带着这两个值 是不是 只带着这两个值 比如说这个百度id 等于它 对我们来看一下 百度id 是不是冒号fg 等于1 那后面呢 还有一个百度psid 对不对 然后等于什么a488 这地方也是一样的a4b8 对不对 psid 所以说呢 后续的时候呢 我们拿到 如果拿到一个 一堆的cookie 这个cookie里面 包含很多很多字段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用关注它的name和value对应的值 就好了 把name和value对应的值 然后组成一起 组成什么样子的呢 组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它 放到我们request的header里面 去用了 用了之后呢 我们对应的相当于 就能模仿的乱战器 模仿的更像一些 前面我们说 我们通过user edit 能够告诉对方服务器 我们这是一个 浏览器 对吧 但是呢 仅仅只有user edit 往往还不够 我们可能还需要 带上一些其他的参数 那比如说 当前我们这个浏览器 在发送关于 散传百度者 看不起的时候呢 它把这些字段 全部带上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模仿 当前的浏览器 请用百度这个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模仿的最像呢 就是浏览器 把这些字段 全部带上了 我们也把这些字段 全部带上 那么很多时候 其实没有必要的 我们带上其中的一个 带上这一个 或者带上cookie 或者带上host 或者带上accept encoding 这些参数就够了 最简单的 就是只用带user agent 那么其次呢 可能偶尔需要带上cookie 这些字段的信息 就够了 那么如果还不行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些全部带上 那么至于怎么带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内容 但是大家需要 有这样一个意识 就刚刚给大家讲的呢 就是http的 常见请求头 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refer 没有遇到 refer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是 当前u要地址 从哪个u要地址过来的 比如说当刚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假设在这里呢 我们请求一下 百度新闻这个地址 那百度新闻这个地址呢 它毫无疑问 它是从百度.com过来的 对不对 所以当前我们请求 这个u要地址的时候 它的refer呢 肯定就是百度.com 对不对 是这个u要地址的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个叫做 xrequest with xmlhttp request 这个字段 如果出现在了 我们的请求头里面 说明当天这个请求头呢 是一个 说明当天这个请求呢 是一个阿甲克斯的 一部请求 这个可以理解吧 就只是一个标记嘛 标记它是个阿甲克斯 一部请求 那么在当前这些请求头里面 这些常见的内容 都是这些 那么可能呢 大家后续在 爬冲里面呢 还会遇到一些 不常见的内容 那么这些不常见的话呢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是可以通过 百度或者谷歌 都是可以查到的 user agent 浏览器称呼吸标识 cookie 我们关注它 关注它的name和value 因为我们在 请求带上cookie的时候呢 也是带上name和value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在 iGDP里面讲cookie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会到 登录之后才能会得到 那些数据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接触到 大量的cookie 需要跟cookie打交道 那么除此之外呢 对方的这样一个 浏览器 对方的这个服务器呢 也有可能会通过cookie 来证明出来 我们到底是否 是否为一个爬熊 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了 我们只用带上user agent 就可以了呀 但是可能往往 当然它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辆浏览器 在请求百度的时候 它带着 带着这一对cookie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直接 请求这个百度这个页面 我们不带cookie 我们请求100次 都没带cookie 对方服务器 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能够判断出来 我们是个爬熊呀 我们可能一次两次 没带cookie 那还好说呢 可能是我们第一次 打开这个百度这个网站 之前都没有打开过 对吧 那我们1000次 100次中间都没有带cookie 那对方服务器 也是非常容易的 能够可以通过 我们是否写的有cookie 能判断出来 我们是否一个爬熊 可以理解吧 那往往呢 他也可以通过 cookie里面 这些自动的信息 能够判断出来 我们是否一个爬熊 那比如说 我们没有带cookie的时候 或者我们带来cookie的 自动是错的 那对方的服务器 也能够非常容易的 简单出来 我们这是一个爬熊 所以说呢 对方简单出来 我们是个爬熊之后呢 他就会不让我们 去请求对方的网址 给我们抛出一些 500的错误 或者压根请求不到 任何数据 或者请到一些假数据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反反发送 对不对 能理解吗 对方服务器 做的事情就是反发送 我们做的就是反反发送 对不对 那对方服务器 再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如此循环 对不对 那么刚刚讲了 这个HP的请求形式 在这里面讲了一下 请求头 那除了这个内容之后呢 还有请求数据 我们知道 这个请求数据呢 只有post的请求 他有了 对不对 因为他经常 把这个请求体 对吧 请求数据就是请求体 那么说到post的请求 我们先来看一下 传的请求方法 这一块内容 就是get请求 post的请求 对吧 他们的区别 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但应该也是非常清楚 get请求能干什么 post的请求能干什么 post的请求 用哪些地方呀 哪些地方用post的请求呀 提交表单的时候 表单提交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除此之外 post的请求 还用在传输大文本的时候 那比如说我们要 传输数据 非常非常多 可能有一千个字段 对吧 这一千个字段 我们全部放到 优要记者里面 那么优要记者 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长呀 这个时候肯定是 非常不合适的 非常不美观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这种字段特别多的时候 或者写的数据量 特别大的时候呢 通过post的请求 去发送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更好一些 那比如说 我们想要发送一个图片 传输一个图片 提交一个图片 到对方服务上面 去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可能会 使用一个post的请求 那或者说呢 我们要进行翻译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使用 百度翻译 这个翻译传输的文本 可能会非常非常多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 可以使用post的请求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地方可以理解吧 就是post的请求 常见的应用场景 还有在表达提交的时候 为什么在表达提交的时候 使用post的请求呢 因为我们如果 把我们的用户密码 放到我们的URT里面的时候 我们同桌 只用瞟一眼 就能看到我们的用户密码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是非常不安全的 对不对 所以在刚刚所说的 那些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更会 我们更愿意去使用post的请求 去发动出入局 对不对 那么git的请求呢 那么在除了 刚刚所说的那些情况呢 我们都可以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使用post的请求 可能post的 都可以使用git的请求 那么可能git的请求呢 我们遇到的次数呢 要比post的请求要多很多 对吧 不是一般情况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能都会用post的 git的请求 那么关于它们区别呢 主要是应用场景的区别 我们在后面呢 具体讲 如果使用post的请求 git的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再来 讲这个地方 它们两个区别 所以当前 大家只需要知道 post的请求 它是用于 表连提交 以及传输大文本的时候 会用到它 那么其他情况呢 我们可能都会 用到git的请求 那么 除了这一点之后呢 在http https里面呢 还有最后一部分内容 是关于这个 状态码 节目的内容 那么状态码 这些部分内容呢 大家之前也记住过 对不对 状态码有很多 首先 有1开头的 2开头的 3开头的 4开头的 5开头的 有非常非常多 这些状态码呢 我们都没有必要 就把它全部记着 我们只需要 去记着 尝尝这些状态码 就可以了 比如说 200表示成功 307 表示URT 被转移的 对不对 404 表示 什么呀 页面 已经不存在了 页面资源 已经不存在了 对不对 500 表示服务器 内部的错误 那比如说 之前大家 在江户项目里面 或者Flask项目里面 应该也是 用过这个500 这个状态码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大家写的 这又有bug 对吧 这个时候爆错 是不是就爆到500啊 那么还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请求对方的网站 对方的网站 把我们成绩识标 为爬龙之后呢 有可能会 给我返回一个500的错误 那这个时候 大家需要知道是 可能是对方 把我们给反爬了 对吧 状态码有很多 但是大家不用全部记得 但是这些场面 应该也要记得 因为经常就有面试官 问你 说一说你常见状态码 说一说 10个 你经常遇到状态码 或者5个 你经常遇到状态码 对不对 这种问题 经常会问好 还有比如说 请列举20个 常用的Nix命令 对吧 最后说 大家白着指头算一下 常见的20个Nix命令 有那么多吗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在前面 Nix系统片子里面 应该讲过 非常多的Nix常见命令 只不过大家都忘了 对吧 那么前面所讲的内容呢 都是关于 对HTTP HTPS复习的这块内容 在复习的里面呢 有这样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点呢 是关于这个 浏览器发动 HTTP请求的时候呢 浏览器渲存出来的页面 是和我们爬虫 请求的页面 是不一样的 这点非常关键 然后呢 还有就是 HTTP的常见请求头里面 UZagent和Cookie 大家需要额外的关心 额外的注意 UZagent 我们通过它 能够模仿暖器 Cookie通过它 我们能够获取 登录之后的一些数据 以及一些 偶尔的反扒 反反扒 都需要通过Cookie来解决 这是关于HTTP 这一部分内容